詞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我想請問老師 在業務…… 在哪裡? 業務 合業務 問貴對你業務的人的時候 你怎麼去貴對這個事情? 如果讓我的心情正常的發展 我一定是想說我走開算 對不對 厭惡 如果讓我的心情自由地選擇 一定是走開算 因為這個比較短時間對我來說是舒服的 可是我知道這個厭惡 是我厭惡它 所以我一定要去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我就會開始去試著 讓我跟我面對蟑螂的那個練習一樣 我很幸運的我有蟑螂的那個練習 那段時間很長好幾個月 那那隻蟑螂還是那一家的蟑螂 我到現在還分不清 因為我沒有辦法分辨他們的臉的樣子 小狗我還可以分嗎 蟑螂我分不清楚 所以那個好幾個月 他們也不會跟我翻臉 他不會想說那你等我幹嘛 所以我就可以很接近地去感受一種改變 所以我其實沒有什麼道理需要討厭他 所以碰到厭惡的人 說不定也可以用同樣的方法 那個同樣的方法就是接觸 我覺得只有接觸 然後你才能夠開始慢慢地看到 你原來沒有看到的部分 但是那個比蟑螂難一點 因為人是會有動作的 所以當他有反應的時候 你很可能更想說你看 對吧 但是你要給自己一些機會去真正了解 因為你把他當成眼鏡 就是他很可能就是你最討厭的那個綠色的眼鏡 那長成綠色不是他的問題 他長成綠色了 你剛好不喜歡綠色 那一種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用這個方法去理解 雖然我把它簡化成這種方法 但是簡化的方法通常比較好理解 就像你有考過駕照嗎 好 你考過駕照的時候 老師會說 好 我們上街我們直接去開嗎 不會吧 他是直接在那個練習場告訴你說 你看到那個地方的時候 你打兩圈半會過去 對不對 他是不是這樣教 我們現在差不多也是兩圈半會過去的那個方法 真正等到你兩圈半這種練習完了以後 你到了馬路上也會緊張 但是因為你有兩圈半的這些練習 蟑螂就是我的兩圈半 有回答你的問題嗎 有一點點 可是我覺得就像老師說的人 部分其實會反應 是 所以不然他做的事情或他人生 就有時候還會頭混 就是他腦片還是他做的事情 還是他後面的反應 是 確實 今天是有過的那個練習是可以嘗試的 是 很好 很好 我第一次學開車的時候 開到馬路上去的時候講說 蛤 為什麼車是這樣開 因為在練習場裡面開車不是 大家都規規矩矩嗎 結果到那邊有人要這樣轉 你要是怎樣是踩哪一邊都搞不清楚 所以就是這樣 因為有人會反應嘛 就像我們在練球的時候 我在建築打橄欖球的時候 剛開始練習的時候 大家都是照規矩來 可是到了球場上哪有什麼規矩 要讓你流鼻血就讓你流鼻血 所以你還要學會保護自己 所以那些都是真正的實況 跟練習不太一樣 但是你沒有練習 你連真正的實況的一點點 你都應付不來 所以練習是要的 你體會到練習是要的 這是重要的東西 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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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個問題 老師你剛剛三個總有提到說 就是說好的藝術家可能 就是能夠跳脫那個樂跟 或者是願望的地方 能夠比較操懶 在看待一些事物 然後操懶做出真正的藝術品 所以老師三個總有提到 可是我從小就有一個想法 到現在還是這樣 所以我跟老的想法就不太一樣 就是 因為我有幾個朋友 就是因為我從小想當中 就是要跟自己的朋友 也是就是在做正常之一 可是他們都不太正常 就是 就是可以讓他們展現了非常大的才氣 就是 但是 或者是有些人 甚至就是 像我 我有一個很好的朋友 他現在是線上很厲害的老實樂手 但是他就很嚴重的造力症 他三個五十就去投你撞牆壁 然後 就是 以前在學校的時候 可是問題的時候 他寫出來的歌詞就是非常動的 那我深深的 我可以給他 進入到那個情緒的時候 狀態是怎麼樣 那很多時候 我也知道他在創作的時候 因為我是他好朋友 我知道他創作的時候 過程是怎麼樣 然後 又或者是幾個例子 就是 例如我前兩天在看秋妙精 就是以前一個 就是鱷魚手記的作品 那 他後來在摩瑪特自殺 但是 我來看他的書的時候 我也感受到他那個 非常深層的情緒 可是我不覺得他們有辦法 在創作的那個當中 有辦法很超然 很挑手 我覺得 為什麼他會這麼容易感動我們 就是因為 因為他們的情緒非常的強 因為他們就是 執著在那個情緒上面 所以說 他們將那個情緒擴張到 任何人都可以 一看他的作品 就有辦法進去 所以說 我會深受感動 那 也就是因為這樣的意思 因為我是覺得 我是一個很冷靜的人 可是我說 那我是不是沒辦法成文藝術宰 因為我根本就沒辦法 將我自己的一些情緒 放放到最高點 然後讓別人進入 讓別人感受到 因為我 就是遇到 我自己個人是遇到 好或不好的事情 我就會很冷靜的說 啊 就是不要想太多 就是我一直 我是不要去想 壞的情緒我也不去想 所以我不會有很難過的情緒 叫我生命中太準 那好的情緒我也不會太準 因為我就覺得 就是這樣子 因為我根本 因為我根本 像我現在反而是 我覺得好像 比較像老師 例如我比較超然的 看待我發生的事情 可是我根本進不去 那個所謂的藝術創作 蠻又跟老師講的 對我太理解老師 為什麼會這樣解釋 我們有一點點 差異的描述 我前面說 他必須知苦 才能有同理心 那如果你很冷靜 你不會想吃苦 你會 你會 在苦的外面 那你就不會吃苦 因為你不知道那個 因為失戀而很苦的人 是怎麼苦法 你沒有這樣子過 你就不懂 但是如果你一直存在在裡面 你出不來 其實你也能夠創作的東西 是憑著你的才華 去創造一種 讓人家懂得那種苦的感受 那我剛說的是兩個層次 一個是這個 那你如果能夠離苦 那麼你就能夠再創造一種東西 讓人家在那種苦裡面 看到一個安頓的可能 那個又是另外一個層次 那我自己比較傾向於 讓自己進去 可是要能夠飛得出來 飛得出來以後 你可以讓人家感受到 你飛得出來的那種安頓的能力 那前者是前者的方式 後者是另外一種方式 那假設說我們要看這個作品 純粹只是動人 那是一種 你前者就夠 可是這個作品能夠影響很多人很長的時間 恐怕你要是後者 我是這樣的意思 但是不是說很冷靜 因為很冷靜就很像科學家 那個就進不去了 我覺得藝術在就是觀察 以前會知道的東西 或是從事藝術創作的人 常會喜歡把自己 剩入一個很苦的經驗 然後有一點像是 我必須要這樣 我選擇必須要這樣 那我或許才可以做主事 可是其實有時候反過來想 並不是我一個選擇 或是有點像我為了要苦 我為了要化苦 所以我必須導致 很苦 我覺得有時候 在藝術的過程會很小心苦 如果是這樣 就是感覺比較不健康吧 我的觀念是這樣 確實 但是不能不接觸 我不用自己的苦來解釋好了 我自己曾經有兩種不同的經驗 一種是去到那種很辛苦 我不想用窮這個字 因為它是比窮還要辛苦的那種地方 去那個地方的時候 我沒有那麼窮過的經驗 所以我不太可能體會那是什麼 但是因為實在太近 而且有幾天的時間 也有幾次的經驗 所以你慢慢地 如果你的心夠敏銳 你事實上是可以感受到一些 你原來感受不到的東西 我舉個例子給你 1997年的時候 我隨著一個慈濟的震災團到河北 那時候大水 所以去建學校 我走過一個學校 我發現它沒有屋頂 它沒有屋頂 下著雪 所以就像這樣子的桌子 它這裡面雪花這樣 一直掉 這一排座一年級 這一排座二年級 這一排座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他一般做五排 五個年級 老師在黑板上畫了五條格子 一年級的寫在這裡 一個人教五個年級這樣子教 然後我發現他們的腳上 放著一個爐子 那個爐子是燒炭的 那臉烤得紅紅的 然後又髒髒的 摸著這樣髒髒的 那你的第一個反應是會覺得很可憐 可是等到他們下課走出來要回家的時候 我發現他們把那個叫什麼 那個火爐 那個火爐 拿著這樣甩 這樣甩回家 我就覺得他們很快樂 他們那個快樂 我在發文明的地方是看不到那種快樂 但是很單純的 他沒有 他整個臉是紅的 然後這個裂裂的裂裂的 因為很動 但是他拿著這樣甩著 這樣一路這樣甩著 我很複雜的一個感覺 意思就是說 你必須很接近到那個情況 你才知道說 你想像的可憐 不是真的 不全是真的 他在物質上很可能很匱乏 可是他在心靈上 並沒有那麼匱乏 很可能是都市的小孩更匱乏 他就不快樂 所以那個給我很深的感受 那種感受如果我要創作的時候 我比較厚 我知道的比較多 那種厚 不一定要把我自己變成那個樣子 或者是進入那個樣子 但是因為你很近 就像在醫院照顧很病痛的人 你其實應該可以相當大的程度 感受到那種感覺 但是你不一定要祈禱自己來一下 這個 我是這個意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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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能靠坐牢 太小了 我剛看了我分享一些事情 就是我朋友曾經他當作《月天》的宣傳 他有一次問他一個問題 就說阿信你為什麼每次歌就是都寫得出來 然後都可以得到那麼多共鳴這樣子 可是我看你都很少出去玩 也很少喝酒啊什麼都很少這樣 那你怎麼寫的事情 然後他本來想說這個阿信應該會講一個蠻動動的 然後他就忍不忍看那個宣傳就說 錢啊 可是我回來了我有思考這件事情 我剛是因為那個同學講說創作 創作是不是要去殺死人一些事情 或者是選擇不一樣的方式 那我在分享另外一個 我剛開始當副導的時候跟一個導演 他很有趣 他每次拍片前都不讓我睡覺 然後他媽會幫我關注 然後我去覺得奇怪 然後他就說你要當導演 你為什麼要過正常的生活 然後他說我有女朋友嗎 然後他就說 你回去就跟你沒有分手了 我在幹嘛上班 他說不分手可以 那你回去讓他解構愛情 解構信賴 我說蛤 解構性還是什麼 就是他會有個方式 那當然他的才能在圈內 也吃大風雲了 一二四年一個叫寫平漢的 搞得搞得認識 那我剛剛老師我看那個東西 剛剛聽到老師在講 我就在回想這兩個例子 就是說 所謂創作的禮物感 到底要怎麼得到這件事情 那莫不曉得失控 你在設計建築的時候 就是總有一定會想出來 可是有一定會想到 那我只是剛好想要點個例子 這樣 老師你也有意的 跟你分享一個我自己的 快沒力了 這樣離你遠一點 我自己的經驗是這樣子 我很少靠靈感這個東西 事實上就是說 我們的要做設計 你必須要做到自己覺得很滿意 很舒服 你要做出來其實很容易 可能兩分鐘我就做出來 我相信阿信寫歌詞 可能也是一兩分鐘他就寫了一個東西 可是那個東西他不一定滿意 所以他一定在那邊改來改去 改來改去 改來改去 改來改去的東西 他會到一個點 那個點不是他覺得最好 而是他得交了 所以他就把它交出去 從那個地方看 他如果說是錢 他也許是一個輕鬆的答案 不過也是一個對的答案 因為總是要交了 可是我沒有跟阿信 談過這個問題 但是我自己的感受是 我的第一個感覺要這樣子做 跟到最後修來修去 最後終於交出去的東西 大方向是沒有動的 我覺得那個最重要 就是我常常做設計的時候 尤其是我月老 我一定會去站在那個現場 不管它是一塊空地 還是它是一個空間 我站在那裡 看看我收到什麼訊息 當我收到那個訊息的時候 我抓的是不動的 就是如果你可以動來動去 那你的創作會很辛苦 我抓了一個東西 那我就不動 所以我常常一開始抓了一個東西 我就做了一個很簡單的sketch 等到最後的東西做出來的時候 實際上的東西跟我做的東西 也許在精緻度上差很多 可是那個大方向的感覺是很像的 黑澤民有一個電影的幕後 Behind the scene 看他做的場景的畫圖 然後直接把他的電影融進去的時候 你會發現他如此可怕的準確 去抓住那個說 我要這樣子的東西 變成這樣一個鏡頭 所以我覺得那些東西都是 不是靠靈感 是靠方向感 那個方向感對了以後 你就不斷地琢磨 不斷地琢磨 讓它到你沒時間了 你要教了你就教了 大概是這樣 我不知道是不是跟你創作一樣 不過這是我的感覺 我的害怕其實是對我來說一次一個推動力 因為有時候心情不好的時候 會有想到要死掉 但是想到死掉會很痛苦 不知道怎麼死才不會痛 才沒有痛苦就好 繼續抹下去啦 然後有時候風課到想不做 但是又怕做完 沒有一個好的回覆 這個結果會使我不開心 所以我要把它做好 然後我就覺得 加上來我昨天裡面 真的很辛苦 但是我覺得我也要面對 因為如果永遠都怕他的話 這個痛苦是更 我是不想的 對我就覺得這個痛苦 對我來說是一個正面的推動力 很好 如果你覺得現在是因為 不得不教才教作業 哪一天你會覺得是說 做作業是一種 也許很辛苦 就是說體力上很辛苦 可是做得很開心 那就越來越進步 你去面對作業的時候 很可能就會有這種感受 剩下最後一點點時間 還有哪一位同學要問問題的嗎 你有嗎 你有嗎 沒有 這邊有沒有 你有沒有 這邊有沒有 這邊有沒有 我會說 就是如果重風是重右長頭 那你的運氣就很不好 因為我們通常很少用這邊 我們很少 所以我們的訓練一直被訓練這邊 簡單的說就是 如果你是一個運動選手 我們一直在練左手的肌肉 右手的肌肉很少練 所以如果你結果 中風中了右腦 你就很可惜嘛 就變成你都沒有機會去 像他一樣體會到那種 無限的空間 非常的美的一個地方 因為你知道為什麼 他會覺得很美嗎 因為沒有左腦叫他要害怕 我們通常會覺得說 那個東西 有什麼缺點 有什麼缺點 不夠好 是因為這邊在分析 那當他的這邊關掉的時候 就像這個忠誠香氣 你就解放了 所以你就不再分析 覺得很美 好啦下課了 有沒有遺感你的問題 希望有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